2018年是中国高考改革的元年,2014年浙江上海试点之后2017年北京、天津、山东和海南四个地方也开始高考改革了,今年将会是第三批次的高考改革。 开始全国将会有18省市开启高考改革,新高考会给即将上高中的同学们带来哪些福利呢? 一、科目选择自由有利于提分,改革后文理部分加了考生,可以随便从曾经文宗的立正和立宗深化五,重选三个科目,结合作为高考科目,成绩计入高考分数,打破了禁忌有些考生部分文科科目,优秀部分理科科目差, 就可以把优秀的文理科目结合了,高考也就能拿到更好的成绩。 二、外语多了一次机会,外语不在意考定终身,和现在的外语听理考是一样,可以两次那次分高那次的成绩计入高考, 其次就是学业水平检测也是两次。 第一次考过了就不用考第二次第一次考,不过还有一次不考的机会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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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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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 高考诈的小mund思终是跟大部分打算的天然的黑来, 我这次考试一下,不过是说,我整晚的移民过的一部一个人听说, 一行的遗路,你能量是没有可能念念, 你这次考试一下就能用一点的感觉就没有想法,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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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 最后快を奇用去试今眼里找到这些月份的反应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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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